对于很多租屋族来说 最怕租到房型怪怪的物件 租屋网上面又出现了比较奇特的房型 这位在新北市三重 有一间月租3800的雅房 主打阳台有一个缓降机的安全设备 可是要用缓降机 必须要先爬上非常陡的楼梯 才能够到房间 因为怕这个房客摔倒 房东居然还要求说 入住的条件要在40岁以下 还要能够轮班打扫公共区域 才能够成租 另外有一间雅房 则是墙壁和地板全部都铺满了瓷砖 让民众表示很像住在厕所里面 旧公寓大阳台摆上白色桌椅 旁边还有逃生用的缓降机 如果发生火灾能够直达一楼 租屋网上这间雅房月租3800 特别主打有安全防灾设备 但是却开出奇葩条件 长长的楼梯几乎呈现垂直的陡度 要爬上去才能到达三楼雅房 房东表示因为怕房客跌倒或是走不动 竟然规定超过40岁就不给租 另外还要求房客要轮值日升 打扫公共区域 无法配合也不能乘租 这么奇怪怎么会想要租 怎么会说一定要40岁 那如果说今天我年纪比较大 可是我很健康呢 就算这么低我也不会想住 因为上面就够累我还要那个 我还要去帮忙打扫 如果做不到 这间雅房就位在捷运三重国小站附近 周遭其实有公车站牌 还有一些商家小吃林立 生活机能也算相当方便 特殊租屋白白款 另外这间雅房从地板到墙面 都布满白色瓷砖 甚至房间内还装上洗手台 摆在沙发旁边 而这一间则是全部铺上草席软垫 就连地板都看不见 这是厕所吧 如果真的很没钱的话 可能有机会租吧 房东规范了一些租客的一个条件 其实在法规上面并没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其实房东之间 跟这个租客之间的一个约定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民事之间的一个合议 那并不会造成这个所谓违法的问题 租屋市场上特殊房型和条件实在太多 就看租约双方能不能接受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人因为疫情关系 就没有办法出国完了 可是赚了钱要花哪去呢 六月份的豪华车市倒是卖翻了 专攻金字塔顶端的客层 这些千万等级的豪车 像是蓝宝尖尼保时捷等等 四大品牌合计的交车量呢 六月份就交了39辆 总销售额超过了5亿元 不过专家也分析 可能是因为刚好碰到了船班底台 碰在一起的时间 才会一口气成交爆料 发动引擎油门一摧 高亢澎湃的牛叫声 优购凶猛 配上低扁车头肌肉线条 让口袋深的豪客都趋之若鹜 蓝宝尖尼一台要驾 一千多万的休旅车 光是六月份呢 就一口气成交了十一台 而现在呢 就算是流入到二手车市 据说也很抢手 像是这一台呢 一进到展间据说最快 十天就能成交 顶级豪车卖得瞎瞎叫 包式街千万跑车 911 Turbo S 一个月也卖十六台 劳斯莱斯要价两千万的休旅 Kolinan也交车两台 而法拉利两款跑车 一共交了九台 甚至连超稀有的 Monza SP2 8500万起跳 也有卖出一台 这种超跑 他买的都是 大概十五个月以前订车的 一年前订的 那可能刚好落在六七月 五六月这边交车 他不是说马上去马上有这个车 没有 所以我们的二手车市来讲 其实有需求啦 有喜欢的人他会马上买 金字塔顶端客实力 真的不容小觑 光算这几台千万豪车 六月份销售金额就破五亿 但这类车款其实多数预接单 恰巧碰上船班底台 六月份才会一口气爆量交车 金字塔顶端的消费者 他们其实很忌讳这个所谓的 这个农历七月的交车的部分 如果说全球的疫情 还是持续的增温的话 那我觉得接下来豪车这一块市场 因为它生产排程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它交车 是不是昙花一现一切都得看天吃饭 但对车商来说 至少年度业绩提前达标 这第一关也算漂亮闯过 东森团内新闻许经营 红沛宇台北报导 欧洲西部的莱茵河流域 一场暴雨 酿成非常严重的洪灾 重创德国比利时跟荷兰的部分地区 至少夺走了一百八十七条人命 纽约时报形容 这是五百年甚至千年一遇的洪患 如此极端的天灾被认为就是气候变迁造成的 同样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北京 也遭受三十年来最大的暴雨侵袭 北京地铁金安桥站因为淹水一度关闭 因而呢 而因为北美的这个极端高温热浪 美国西部的野火剂就更加严重了 奥勒冈州七月六号爆发的野火 至今过了十多天都还没有扑灭 洪水猛兽侵袭西欧多国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还是必须低头 洪水退去但断源残壁 证明了城镇的大自然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当结束访美的德国总理梅克尔 干望灾区视察 眼见惨况难以执行 比利时东部的佩平斯特也是洪水重灾区 幸存者回忆洪水来袭有如海啸 他们全家连忙躲到屋顶上 待了长达九小时才保住性命 这次西欧洪患已输五百年到千年一遇 更无法排除是气候变迁所致 的确德比河救援进度还在进行 中国大陆北京也遭受三十年来最大暴雨侵袭 今天早上的六点多受强降雨影响 北京石井山区金安桥附近积水严重 暴雨淹水转着电斧梯 不断流进地铁金安桥站 外头大马路上更瞬间变河道 停在路边的一百多辆汽车 几乎被洪水灭顶 不像东半球暴雨连连 西半球的美国加州和奥勒冈州 则是高湾干燥下野火蔓延燃烧 北加州的塔玛雷克野火 因7月4日闪电引爆森林大火后 至今火势持续扩大 同样美系的奥勒冈州 血统野火从7月6日爆发后 消防人员面对火事仍难以应付 血统野火更成为美国目前规模 最大野火火场面积已超过 一千一百七十三平方公里 比纽约市还要大 欧美富有国家面对天灾依旧难以应付 当极端天气成为常态已成事实 军手面对气候变迁冲击 根本没有准备好 中华队抵达日本之后 陆续住进了选手村备战 这届冬奥的选手村采用大量的木材 有浓厚的日本建筑气息 所以选手村内的选手房间 长什么样子呢 中华队国手要亲自帮我们来开箱 本届东京奥运真的是有浓浓的日本味 光是建材上面你可以看到 用了大量的木头建材 甚至还有小灯笼 很有日本的味道 另外前面的广场 甚至给选手们交流的地方 如果选手们在这个选手村的饭店里面 闷坏了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其他国家选手简单做交流 选手村开箱时间到 在这可容纳一万八千名以上选手的住所 里面就像个小村庄 从商店 银行 修理手机 到剪法剪指甲服务 应有尽有 但家家最关心的 选手们住得好吗 我要来开箱选手村啦 这个床非常的酷 它是只做的 这是双人房的房间 两张床 空间其实算蛮大的 选手教练说 住进去第一天感觉不错 至少明亮干净 尤其是浴室设计 还能让选手放松 现在来开箱 选手村的厕所 哇 有浴缸耶 我印象中 好像是我第一次住选手村的厕所 有浴缸耶 不过这个天花板 好像真的有点低 比赛前想调整心情 或是想放放空 把门窗一开 吹吹风 看夜景 然后房间外面的部分 也有一个阳台 哇 这边可以看到 非常棒的view 这边有一个海 除了住吃 当然也很重要 选手村内的餐厅 可容纳三千多人 用餐时都有隔板做好防疫 24小时服务下 提供超过700种食物 而媒体想进入 只能在外围 要访问选手 还得事先申请 请对方到指定地点 保持两公尺距离 才能访问 现在奥运开幕倒数 日本拿出最高规格 要让选手吃得好 睡得好 在国际场上 发挥最佳状态 东西新闻 蔡品楼张道和 在东京的采访报道